入夜之后的新年溪河畔显得是那么的安静 也难怪许多谈情说爱的年轻男女 把这儿当作优惠的最佳选择 但是今晚的河边却非常不寻常 竟然看不到一对情侣出现 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 第二天早上 台北县警局刑事组的陈组长 一如往常地来到办公室 准备安排一整天的工作行程 正当他聚精会神之际 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 却打乱了他整个工作的步调 陈组长接完电话后 面色凝重地放下话筒 进来 陈大组长 看你又苦瓜人的样子 铁定是有什么大案子发生 你们这些当记者 彼此最理 哪里有事就往哪里跑 就算没事也被人跑出事情 怎么 听了口气 真的有大案子发生 兄弟一场 再怎么样 你要提供一些独家资料 好让回报是交差啊 喂喂喂 你该不会这么绝情吧 喂 密学可不得人喔 你这么走的话 我不会先走 喂喂 等不等我啊 等等我啊 我